香港殿堂集乐队BEYON将在明年迎来成军37周年 早前成员黄冠中宣布和另一位成员叶士荣 在明年1月中旬在香港宏馆举行三场37BEYON作品巡回演唱会 但之后黄冠中因为各方就演唱会相关事宜的沟通 始终为达成一致等因素决定退出演唱会 而网友认为演唱会打着BEYON的名号举行 但却没有成员黄家强的参与因此惹来众多的不满 直到12月9日主办方发表官方声明 宣布这次BEYON的演唱会正式取消 主办方发文表示 鉴于数月以来香港社会环境出现不稳定的因素 考虑到艺人表演团队制作团队以及歌迷的安全 经过主办方连日来的讨论后 决定忍痛取消 原定于2020年1月17至19日 星期五六日 甲香港红堪体育馆举行的 黄冠中叶世荣 37BEYON作品巡回演唱会 2020香港 对此造成不便 深感抱歉 谢谢各方的支持和体谅 虽然粉丝为演唱会取消感到心疼 但有网友认为 只有叶世荣一个人演出 实在难以称之为BEYON演唱会 更指BEYON这个名字 不打算继续发扬光大都没关系 但请不要再蒙污他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